来自中国的李先生今年打算和已婚两年的妻子 在我国买房建立属于两人的小天地 不过需要将大笔房款从中国汇到我国 得通过银行货币交易 不仅程序繁琐还得付上手续费 为了省去麻烦 他就透过一名登山朋友的介绍 托付一名红姓男子处理汇款程序 市主听从对方的指示 让在中国的家人将31万人民币 汇入一名留姓男子的中国银行户头 随后红姓男子才将19万令吉汇入市主的户头 他就通过他联系 然后就跟Mr.Hong联系 然后拿这个钱 但是换的时候他就说在周五的时候 就说没有过账 数额太大 然后叫我周一 我就等到周一 然后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后来我查不到钱 然后银行要说这些张是假的 我才知道我上当受骗 东窗事发后 李先生尝试到红姓男子的办公室 锁回款项 不过对方却以自己指示中间人为由 推卸责任 李先生无可奈何 只好寻求马华公共服务 及投诉局主任 拿都是李张天赐的帮助 张天赐表示 所有在我国私下进行的货币兑换交易 都是犯法的 因此他呼吁民众 务必通过合法的途径 进行货币兑换交易 以免再调入类似骗局 NTV7张俊杰采访报道